各位朋友大家好 现在跟大家汇报一件事情 昨天晚上我接到了一个网友的私信 推特私信 其中有两段文字一张图片 两段文字的第一段是这么说的 我这一辈子就算做掉你一家 也算福报了为了老郭为了人民 哈哈哈 这个里面有一层信息 就是说他是老郭的崇拜者 或者是老郭团队的人 现在对我非常的不满 他说就是为了让老郭出这口气 他也要做掉我全家 我希望这件事情跟郭文贵没有任何关系 如果是有关系的话 如果是FBI或者是加拿大的皇家骑警 查出来这件事情跟郭文贵有关系的话 对郭文贵是非常非常的不利 所以我希望郭文贵出来澄清一下 这是第一段 那第二段呢 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老师 然后省略号 那我一定要清算你全家 他说这个请你相信中国人的劣跟性 然后就说您造劣 说我造劣了 我不知道我造了什么劣了 我做了什么坏事了 那时候我要还你三代 也就是说要对我全家三代人要下毒手 这一段呢 虽然从这个语法上来讲那是狗屁不通 但是呢表达的意思都是很明确的 就是说不仅仅是对我自己 是对我全家三代人要斩草除根 这个行文的风格呢 跟郭文贵有几分相似 有几分相似 但是呢 更有意思的是啊 后面一张图片 那张图片呢 是三个中国的护照 第一本呢是普通的中国护照 第二本呢是中国政府人员用的护照 第三本呢是中国的这个特殊的政府特殊的人员 像外交人员所用的这个护照 就是说不管跟老郭有没有关系 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他都跟中国政府有关系 他是有政府背景的 而且呢他的意思就是说 他是享有外交豁免权的 他是不怕的 他不怕呢 那他就是想让我怕了 昨天呢 因为接到的很晚 所以说我没有办法呀 来跟他回 也没有办法呀 来跟大家报告 今天呢把所有其他事情办完了 跟这几个朋友啊商量了一下 结果一问呢 建民最近呢一段时间也接到了不少类似的信息 其他的几位朋友也都在说啊 最近对我们的这个攻击是力度加大了 是全方位的都来了 希望我呢来做一个视频 来澄清一下来回应一下 好首先我告诉大家 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不会停止 这个政权现在是时间结束了 上天已经安排他们结束了 上天已经选择了一大批的人 来从事这个 结束他们的这件工作 他们并不是出于个人的喜好 也不是出于个人的利益 那些人造了西方啊 民主社会已经过上了幸福生活 但是为什么还要反过头来去淌这一趟浑水 去跟这样一个混蛋的政权 残暴无耻的政权去跟他们作对呢 是因为我们内心感受到上苍的呼召 感受到命运的安排 我们必须得做这件事情 无论我们必须经历多少痛苦 无论我们必须承受多大的压力 我们必须得完成这一件任务 否则一辈子都不得安心 中共政权和那些为虎做仓的人 你们要想动手 尽管放马过来 我们已经做好了各种准备 但是我告诉你们 你们所有的打击都不会生效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你们所有的打击啊 都一定会加速你们政权的灭亡 第三个呢 是那些下命令做出无耻举动的人 那些实施无耻举动的人 你们不要有任何幻想 你们能够逃脱正义的惩罚 我不管你们是中共哪一个派别的 我也不管你们是中共哪一个机构的 所有的这些派系的最头目 所有的这些机构的负责人 你们一个都逃不了 全部要遭到精算 全部要成百倍的受到惩罚 除非是你们赶紧站到人民的一边 站到正义的一边 站到普世价值的一边 除非是你们跟那些作恶者完全划清界限 除非是你们证明自己从来没有参与过这样的恶事 否则的话 你们将会为这个共产政权陪葬 为什么中共对我们这个全民共产平台的打击力度 最近加大了很多 我告诉大家 中共现在已经意识到了 他们正处于一个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他们感觉到空前的虚弱 过去几十年 他们已经把中国的经济掏空了 而现在的贸易战正在让他们显示出这个虚空的原型 同时呢国内的抗争 国内各个阶层的抗争现在是密集的爆发 从今年开始还出现了这个某一些阶层的全国联动的抗议风潮 也就是说民间抗争的共产效应现在正在形成 只是还没有达到全民共产的这样的一种规模 大家可以看见一个受害群体 就是P2P这个爆雷潮的受害群体 受害者就达到一千万之众 那在前一个多星期的时候 其中的一部分人就是八千七百人 他们被中共的这个大数据监控系统监控到 他们要进北京去上访 中共就不得不派出大量的警力 把他们拦截在北京城之外 其中还有一部分他们没有拦截住 只是八千七百人已经对他们造成了这样的一种 风声鹤唳的这种压力 大家试想一下如果我们有一百万人 有两百万人有一千万人准备到北京去进行抗议 那中共还拦得住吗 那就拦不住了 那他这个政权就崩溃了 受中共盘剥受中共欺压受中共损害的这么多的人 他们如果是一起来进行抗议 那么中共他的政权能够维持吗 不能够维持 那么什么时间是大家统一的进行抗议的最好的时间呢 我们现在全民共振平台给大家推荐的一个时间是 今年的十月一号十一 因为他们建政六十九周年的这个纪念日 那个时候去上访意义非常的重大 他们必须得回应 有人可能会说全国人民同时上街可能会相当困难 不能实现那我告诉你 只要在全国有三到五个城市 同时进行了一万人以上规模的抗争 那么这个政权就陷于危机之中 如果有五到十个城市一起来进行抗争 那么这个政权就一定会崩溃 人民抗议的浪潮一定会席卷全国 十一是一个最好的时候 希望所有的民运同道 向我们各自所在地的这些抗争群体 向他们转达这样的信息 就是十一是全国的维权日 全国的维权日 十一去维权 强制习近平下到各县的县委书记 他们就必须出来回答人民的要求 解决人民所提出的问题 否则人民就要把他们解决掉 如果是中共对我们或者是我们的亲属 实施了暴力袭击 请大家一定要记住 我们想传播的这个信息 让我们的牺牲不会徒劳 我在这里也代表全民共振平台 感谢大家过去对我们的支持 也希望大家继续和我们一起奋斗 在中共最虚弱的这个时刻 我们做最后的冲刺 为一个自由民主的新中国 开辟一条道路 谢谢大家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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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